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台湾飞机维修员证照考试去年中从美规FAA制度改为欧盟1A.S.A. 证照制度后,至今新证照一张都未发出最大问题出民航局题库不公开,题目是出自飞机单页维修教材,与过去题库公开,且仅以基础维修知识为范围差异颇大。 其次就是考生在一般大学所学跟民航局考试内容完全不同。 对此,交通部航发会正协助湖委科技大学寻找专业航空顾问,期望将在校所学与未来航空维修实物接轨。 民航局标准组长林俊良表示,新规定的欧规飞机维护人员考试门槛及考试科目内容却较原有制度困难, 但正是为提升维修人员能力,且有助于提升飞航安全。 全球超过80%国家都是采用此规定,就有美规证照考验。 维护人员有两年航空维护经历,就可到民航局考试。 但两年经验即便它是待在补给部门,零组件维修部门都可列入,使多数人员缺乏飞机完整系统知识。 考验的时科机库全部公开,使考生经历不充分,但用此备方式迟早会考过。 在经过基础的数科操作测试就能领取民航局核发的证照。 取得证照后,航空公司再送去做机型训练,合格后就成为一名可牵放飞机的维护人员。 但欧归心智需要有三年实务经验,且在基础训练时会有一本工作不够扣。 其内衣飞机及发动机的ATA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Specification各系统进天项的维修相关工作, 须有在师傅、聚证照带领下完成50%以上工作项目并签认记录,或是与民航局任何训练机构完成1900小时的训练及格,才能具备到民航局考照资格门槛,且民航局考试的题库改为不公开。 至于考试与现行学校所学差异,主要是因民航局考试讲究的是实作。 Hands-on,例如板金、焊接、零组件拆装、电子线路制作或是发动机工作及零件专案实作等,且有场地面积、教具、人数限制。 教师要具民航局证照经历等要求,与现行大学的教育学成难相容。 目前民航局核准的航空人员训练单位,有中华科大的航空维修教育中心、长荣航太、华航复射飞机修护训练中心等,另有湖伟科技大学正在申请。 交通部航发会也已协助护卫科技大学找专业航空顾问,希望能在四年制学成内容,尽量能与民航局训练课程相符。 如此,可协助年轻学子在校所学,与未来航空维修实物接轨,缩短通过维修正照考验所需时间,培育台湾维修产业非展所需之人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